该怎么过 北京紫禁城人潮挤了水线不偷 导游举着旗帜让团员跟上 原定三月开放台湾 组团到中国旅游 政策突然大逆转 即刻停止招揽客人 六月以后禁止出团 政策急转弯不止旅客不满 旅行业也气到炸锅 直呼这个新年真的很难过 先前投入的广告 等于都在做白宫 靖团另解除临时喊咖 缴费的旅客无法出团 扣除行政规费 签证护照必要费用之外 要全数返还 造成不少损失 旅行业痛批 言而无信 更说感觉像被绑在 抗中保台手段 呼吁两岸的部分 应该尽早恢复 这个和平对谈的方式 而不要每次就是 一些政治的手段打压 那就先首先就牺牲掉 我们的公共产产业 我觉得每次倒霉 都是我们公共产业 这个其实蛮不公平的 一道政策一声令下 大大影响旅客和业者 权益满腹委屈 求偿无门 三连新闻 郭先生回台北 采访报